各位大家好 今年很榮幸的映亞洲移書之邀 我將在今年的十月五日星期六的晚上七點半 舉辦我今年度的鋼琴獨咒會敘事 那這次呢我將為各位帶來三套作品 第一套呢就是蕭邦的四首敘事群 那我這次呢會一次的談完它 那第二套作品呢是我認為呢 同樣帶有敘事內涵 李斯特的最經典之作之一 也就是他的B小調的奏鳴曲 那並且呢我還將各位帶來的 蕭邦李斯特的同個時期的好朋友 阿爾康的原創之作 也就是他的作品編號十五之一 那我們到時候音樂會見囉